大家好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五 今天的大盘就是一个方向 周总常在讲 我说大盘其实很简单看 了解吗 也就是我发明的十线 加上关键价 再加上开盘价 这三个法宝可以让你永远做对边 那股票其实要抓主流股有一点难度 而且不是每一档股票每一天都让你抓得到 也就是如果你的资金随便设费标 每天涨停的 每天涨不停的 你都去追的话 你这辈子还是会做错 因为答案简单 股票反而比期货选择全难 了解吗 那你会想说 我才刚看这个节目 怎么跟我的思维完全的颠倒 那周总告诉你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你的贵人 也就是把投资可以巨细迷移的把股票 跟期货选择全的分别 今天就把它学懂 所以今天麻烦你 看20分钟 让周董带你进来的台湾股市必赚的世界 来 进入周董的世界 我说其实 期货也就是期货旗指的方向很明确 它是多就是多 它是空就是空 这一点骗不了人 也就是我发明的 当站上十字线的时候 3月21号我直接告诉你 我说今天站上十字线 了解吗 今天站上十字线就是一个多方公旗 而且站上十字线过后 我讲过 只要K线站上十字线 上面没有任何的压力 你所谓的压力都是自己乱想乱看的 根本就没有 而且我很夸张的讲 我说站上十字线以后要涨到1万8万 涨到2万 涨到3万都有可能 这就是台湾股市不传之密 所以相对的简单 有没有 期货选择权 就跟着指数的方向做就对了 了解吗 那股票呢 来 郭总我告诉你 我说股票反而难 难在哪里 比如说这样2453的铃群 我们这里就跟你讲 为什么买AI的大趋势 而且还举例这个市值最大的前十大公司 回答它如何涨了一倍 到今天已经涨了1.4倍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铃群之后 我们并没有马上推出第二档 我们是等到什么 等到大概五天过后 也就是铃群当天我直接在影片告诉你 AI的趋势来了 我只挑这一档最棒的 从28块一路带你做 出量了对不对 你会害怕对不对 我告诉你 出量才刚刚开始涨而已 接着来到了7万张 它的股本只有10亿 所以7万张代表 它10万张的股本 10亿 10亿就是10万张 10万张的股本 来看谁张 7万3千张已经拿出来到给你了 我知道你会这样想 所以我就告诉你不要这样想 做人不要用负面的 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 了解吗 你要用正面能量 什么叫正面能量 7万3千张被人家吃掉 那为什么被人家吃掉了 我讲过 被人家吃掉它有个特色 这一天有没有被吃掉 答案是很简单 过三天过高你发现了它被吃掉 那接下来它被关紧币 我也讲 我说那关紧币没有关系 关紧币我们稳稳荡荡的 按照灰打 按照AI的大趋势 就是要爆一个大波段 买主流就是要爆波段 等到3月8号 它开始所谓的解禁以后 也就是正常交易以后 我直接告诉你 我说这一张股票 我们一张都没有出 隔天一张都没有出 再隔天又爆量了 这次爆量来到了6万张 我也告诉你 6万张要休息一阵子 你要跟周董预约下一次的买点 果然连续拉回4天 54块的买点的确漂亮 因为连续3天 几乎3天又涨停 那接下来我就告诉你 你不可以再追了 不可以过度追逐 不是说我们看坏它 不是我们看坏它 是怎样 一档好股票 如果你买到相对的一个波段的很高的点 如果它要整理的话 你会失去信心 了解吗 那我们买到28块的 一路呢 33啊 40啊 都告诉你不要卖的 我们的信心有多强烈 是你没有办法比拟的 了解吗 好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一路上呢 股票呢 就这样 这中间都会吓你 所以呢 不见得呢 你做得好 可是呢 吓不倒周董 吓不倒我 因为我太了解了 那为什么了解 我也讲过 因为呢 我做过我的梗顶 当时候也是这样 我做过保一 当时候也是这样 全部呢爆量的整个公司拿出来卖给你 我说呢 就卖给我吧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当我们林群做完以后 等好多天啊 才做到瑞羊 这一天买 有没有 2月8号买林群 2月15号买瑞羊 了解吗 那瑞羊呢 涨了七成以后呢 就一路在这边盘旋 那接着呢 我告诉你 我说AI呢 还会扩散出去 大概相同的时间 2月14号的时候 我们买进了微软 今天创高 可是又拉回 对不对 这代表呢 这个AI呢 的确的族群性呢 相对的强烈 更何况呢 还扩散出去 因为我讲过 我说呢 辉达做的是GPU 那GPU呢 相对的 它就是呢 我们要培养AI 让它去学习 让它去呢 能够把资料 分析 规划 了解吗 那这样学习分析规划呢 这么庞大的资料 需要什么 需要去运算 那运算的话相对的 要买辉达的GPU 所以辉达呢 涨不停 对不对 可是辉达在美国 你买不到 那涨不停没关系 我说呢 你这个GPU 你要如何的 让AI有算力 你必须放在伺服器 而伺服器里面有韧体 来做启动 来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会发现 系维呢 我们就摆在这里 然后告诉市场 告诉市场以后呢 你要记得哦 周总还没有告诉市场之前呢 它都没有量 然后呢 在我的节目里面 告诉市场以后 你会发现它连续出量 了解吗 所以呢 股票是这样 它呢 要抓到主流股 比较有难度 然后呢 要爆波段 也有难度 可是 重点来了 股票有难度 对不对 你跟着我 文文当当的呢 可以一档接一档 我就尽量 如果不行的话 那很好 还有什么 期货选择权 没有难度的 期货选择权 在台湾股市 是绝对 没有任何的难度的 听到这里 对不对 看不下去了 对不对 周总告诉你 看不下去 质疑是对的 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 一个人狂妄到 期货选择权 说台湾股市 对他来讲 期货选择权 没有难度的 第一次听到 来 第一次听到 第一次听到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第一次看我影片的 这五个字是不是最夸张 也是第一次吓到的 对不对 没有人可以说 永远做对边 只有周总敢 我跟你讲 期货选择权很简单 你已经不认同了 对不对 我现在跟你讲 期货选择权 可以永远做对边 来 我教你 我说呢 今天啊 我会呢 无限制的做多 要从呢 礼拜三开始讲 那这张密码表呢 是礼拜二下午 记得 礼拜二下午2点45分 就会出现了 出现过后呢 我当天就跟你分析 我说呢 明天现货呢 这个价位很重要 如果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 现货 记得是现货 跟期货没有关系 现货呢 如果站上这个价位 你要相信156也会来 15500站上156也会来 你可以看我星期二或星期三的影片 那简单到什么程度 简单到呢 非A则B啊 了解吗 它是一种科学 一种呢 你无法想象呢 会这么爆赚的科学 3月21号 3月21号 星期二 我跟你这样分析 隔天啦 你自己看 隔天呢 现货 记得这是现货 隔天现货呢 有没有开在15500之上 开占据以后 有没有马上攻期15600 攻完15600以后 马上攻期15700 看到没有 一张外资密码表 就可以看到隔天 礼拜三的所有的走势 记得哦 记得哦 只有周董发明的 那后面有没有呈现呢 我们赚到钱的一个策略 来继续 我说呢 我要教你了 我就不藏私了 对不对 而且呢 今天呢 我们呢 无限制做多 也要从呢 礼拜三开始讲起 那礼拜二下午 这个表分析完以后呢 接着周二十二号 礼拜三了 那怎么做 礼拜三呢 期货呢 开在这个位置 开在呢 开盘价 震荡附近 那震荡附近呢 我只有一个想法 我要做多 因为很简单 我们呢 已经看出征兆呢 现货的确会开在15500 15500点之上 那将来呢 什么时候拉出这一段 不预期 可是呢 一定要先买 先买 好 那我们的确有先买 早上呢 8点27分的时候 我就请会员 70点以下呢 买进3月4W 礼拜三结算的 15550的call 那为什么要买这个标的 我礼拜三有做教学 我说呢 因为呢 预计会涨到15600最少了 所以15600呢 减去15550 是数学哦 对不对 减法而已哦 它有50点的真实价值 有50点的真实价值的话 我70点以下买进 逢低买进 的确呢 在未来 会获胜的几率相当的高 了解吗 结果呢 9点一开盘过后 你有没有看到 直接喷出啊 期货喷出啊 代表现货也喷出啊 喷出过后呢 我们是马上呢 赚了两倍 赚了两倍嘛 对不对 从61点 马上就来到了168点 了解吗 赚了快点要两倍 那两倍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10点半的时候有拉回 拉回以后呢 在10点55的时候 拉到这个点 你有没有发现 拉到这个点的时候呢 竟然呢 已经杀不下去了 那这个点是很神奇哦 叫做50 那50代表什么意思 礼拜三呢 结算呢 后面呢 两位数 不是00就是50 不是50就是00 那大家会很怀疑 礼拜三 为什么结算价 不是00 就是50 每一次礼拜三都开这个00跟50的价位 我说呢 这叫归纳 如果你有学过统计的 你就知道 现在呢 就要赶快去奇交所 去按结算 奇交所的网站 按结算数字 那结算数字还不打紧 要按10年的结算数字 按完10年的区间的结算数字的话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来来看 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你会发现 这十年呢 每个礼拜三结算的数字 不是00就是50 好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呢 有某人 要把指数结算在这个价位 他两边通收 了解吗 谁发现的 周董 来继续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再做一趟扣 这时候呢 做650的扣 因为呢 预计啊 会拉到700 会拉到700 所以15700-15650 有50点的真实价值 所以50点的真实价值 买到以后呢 刚好赚快一倍 好 这是礼拜三的操作思维 好 那按照这张表 是不是都做到了 对不对 好接着 接着 我们当天呢 来不及做期货 来不及做期货 我们只做到选择权嘛 赚了两倍再赚一倍 好 接着呢 这是礼拜 礼拜三晚上 好礼拜三晚上 你可以看到 礼拜三晚上很震荡 很震荡 最高呢 是不是来到了15844 就这个点位 最低呢 又杀到了15654 杀到这个点位 所以呢 隔天周董就在想 他准备过高了 他准备过高了 可是他准备过高呢 我认为呢 我要低接 我要低接 因为呢 照过去的 台湾股市的节奏 每一次呢 来到高点震荡的很激烈 了解吗 所以我在这样想 好 来继续 所以呢 我们呢 我们呢 礼拜四早上 也就昨天啦 昨天早上呢 看到呢 最高1584 15654 对不对 我们想要低接在15650附近 我们有这个把握 我们有这个把握 可是呢 昨天没有 没有到 没有到654啊 更何况到650 了解吗 昨天都没有到 你有没有看到 这次呢 这是5分K 昨天都没有到 你有没有看到 昨天呢 开了以后 直接呢 慢慢的往上 最后来拉喷出 了解吗 昨天夜盘呢 还在往上走 好 那呢 昨天呢 我们就没有买到 这是昨天的1分K 昨天1分K呢 你可以看到 最低的刷到683 我们要挂650的 好 前天晚上呢 最低是654 没买到 对不对 很可惜 为什么 很可惜 周董的期货 跟选择权都标榜的 很稳定 稳定获胜 那很少呢 有这种没有做到的情形 那没有做到的话 记得 没有做到的话 就要做到 来 继续 那昨天没有做到嘛 会跟大家讲没有做到 好 可是不可能做错 因为呢 开盘价之上 十日线之上 关键价之上 都要做多 好 这是昨天晚上 昨天夜盘 好 昨天夜盘呢 突然间拉到15979 好 又刹到15798 好 这时候呢 周董知道了 隔天呢 一定要逢低 不取 了解吗 为什么 这个图呢 其实跟这个图差不多 你会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从这里 杀到这里 844 杀到654 979 杀到798 能够发现这种雷同性的 我想只有周董 了解吗 所以 所以 今天呢 在这个附近 我都要 了解吗 为什么在这个附近我都要 因为答案简单嘛 如果在这个附近 我没有说一下低接的话 我早就吃到了 我早就吃到了 了解吗 所以呢 这个盘啊 突然间强势呢 虽然呢 周董昨天没有做到 今天做到了 为什么 这底下都是我的 这是夜盘的 夜盘的 这是日盘 日盘开了以后 是不是刹两段 我都接到了 都接到了 这是1分K 刚才那是5分K 有没有看 接得多漂亮 有水哦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周董呢 告诉你的 全部都是台湾股市呢 必赚的逻辑 也就是呢 奇货跟选择权 每一天都可以做 每一天都好赚 那股票呢 要等 反而比较难 了解吗 那你看到十字线 有没有 相当的犀利啊 我说呢 十字线一站上呢 是他们没有任何压力 有没有 台湾股市呢 有没有乖乖听周董的 有吧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不是美国股市又跌吗 为什么会没有压力 周董讲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教你呢 都是台湾股市呢 最棒的 而且呢 最稳定获胜的精髓 因为呢 我觉得 我们要稳定获胜 一定要讲出一个道理 如果没有道理 而说有获利 绝对不允许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礼拜 3月4W 也就是 上礼拜四到 这礼拜三的周选择权 来看 我们每一天呢 都有影片 3月16号怎么赚一倍的 怎么赚38% 怎么赚三倍的 怎么赚礼拜三两倍 礼拜三呢 再做第二次赚92% 全部加起来八倍 就是我们整个月 整个周选择权的绩效 而且呢 准备玩大的呢 是礼拜一就告诉你了 玩的大不大 你看到 夜盘呢 礼拜一哦 杀到15211 211 有没有涨到568 有没有涨到723 有没有涨到866 昨天晚上有没有涨到15979 了解吗 短短的四天半的时间 涨了750点 了解吗 这就是呢 玩最大的 而且呢我预告的 所以呢 你看到这里 认为周董讲的 真的是台湾股市 不传之密 有道理的话 麻烦你 我的影片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了解吗 让周董呢 帮到你 也帮到大家 好 那接下来你看 我们的股票 来 我说呢股票呢 说真的 说难很难 因为呢买主流真的很难 然后呢 爆破断更难 可是呢 重点来了 周董只会买主流爆破断 在AI元年的AI元月 我讲过 我说呢 黄仁勋呢 也就是回答的老板 他呢 让我看到了AI呢 整个大趋势 这个演讲你错过了 没有关系 你只要听周董讲 AI呢是如何呢 能够改变人的未来 我们全人类的未来 都靠AI来做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样的股票 本来从呢全世界呢 前七大市值 有没有 去年呢 来到112块嘛 这么低价对不对 后来呢是不是呢 3月2号的时候 已经涨到233了 我说呢它就是一个趋势 有没有看到 这样股票呢 它不是小股票哦 全世界第七大市值呢 涨了一倍哦 接着呢 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它现在涨1.3倍了 已经来全世界第六大市值了 不好意思 全世界第五大市值 应该是把那个 我们的巴菲特干掉了 把巴菲特干掉以后 你会发现 它整个趋势 这么的明显 都在AI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为什么 周董灵群一张都不卖 那下一档的灵群第二 我已经准备好了 礼拜一就要布局了 所以呢 这样的信念 这样的信仰 周董呢希望大家呢 能够跟我一样 永远呢 买到对的方向 对的股票 买主流爆破端 而呢 周董今天特别的推出 梦想起飞168专安 听到这里 你要想 现在呢 就是买股票最棒的时候 而且 要买跟周董一样的 临巡第二 还有 期货选择权 如何每天做到稳定获胜 周董直接教你 所以你要学股票 起货 周选择权 周董一对一教学 记得 起飞专线 02-2321-9933 今天节目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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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